哈囉 各位電腦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莊民國112年12月2日星期六早上 現在我們發現我們的白飾 原子裡面白飾喔 開始又要萊花了 明年可以採摘的白飾 今年12月2號開始萊花了 很多有一些花苞 都已經露出來了 這些都是花苞 這裡也是 所以很快一年 一年又過去了 那老媽現在在旁邊的巴勒樹 他現在正在梳果 這顆巴勒是帝王巴勒 那梳完果之後呢 可能會進行套袋 那所以說我現在要做一個 做一個防治的動作 防治果蠅 現在要把這個果蠅呢 倒出來 這已經是 抓了蠻久的果蠅倒出來 那看裡面那個 藥水還在不在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把它換新的 OK那我來 我來幫他拆拆起來 裡面還有一些是火體 不過放它出來 不多 這火體 飛出去了 那我看這個藥劑還有沒有 藥劑還很滿耶 藥劑還很滿 所以呢我現在是主要就把這個 把這個果蠅倒掉 倒在水裡 到這邊 你看這麼多 來 這麼多 裡面還很多 成千上萬 倒出來 那再幫這個 藥劑呢 換這個 好我們幫他換掉來 這瓶藥劑還有 裡面還有藥劑 不過這個吸藥劑的這個棉棒呢 把他換掉 效果會好一點 一樣把它置入擦到底 然後再擦上去 好 放上去 那再把這個杯子 杯子再放回去 好 這樣就更換 更換完畢了 這樣子到時候 火營 就又會過來了 那這邊也是 這邊也都滿了 裡面一樣還有一些火體 一樣幫他放出來 沒關係 那你看 相當的多 一樣倒出來 成千上萬你看 非常非常多 成千上萬 成千上萬的火營 好那我們看這一瓶藥劑還有沒有 一樣這一瓶藥劑也還有 所以我們就不更換 好 那這個棉棒 棉棒 我換個邊 插到底 好我們再裝回去 好裝回去 就是要蓋起來 好這樣就可以再重新抓我們的火營了 那因為最近開始 芭樂是正好吃的時候 那芭樂又非常怕火營 所以我們在這個白色的樹下呢 把這個火營瓶呢 裡面的火營清空 讓它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抓新的火營 因為這距離那個芭樂大概十公尺 把果蠅都吸引過來這邊 進駐這個補營品 讓它不要去釘芭樂 那因為我們這顆白色正在開花而已 所以 對果蠅來講 還沒有吸引力 而且還沒有危害 OK 這是我們今天呢 就是幫芭樂做一個預防 你看 你看 我們剛剛 換了那個棉棒之後 外面果蠅又來了 外面有果蠅馬上過來了 但是 還沒有跑進去 有沒有 這邊 OK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收好了 拜拜 好,我們下次見,拜拜